远方的那道身影 面容逐渐清晰 长发竖在脑后 渐眉微调 面容之上血色饱满 像是安静入睡般的模样 可不得只有那 贯穿胸口而过的血色长脊 将其牢牢挑定在空中 血液已滴滴地落下 在她的面前不远处 一尊硕大的无头魔躯 跪在其身侧 进口之上 丝丝黑雾缭绕弥漫 煞是诡异 这便是当年一战的最终结果吗 叶尘望着眼前震撼的一幕 人族首领被血色长脊 挑定虚空 魔族大帝被斩首 跪在其身侧 惨烈至极 五道轮回头在哪 定下新来的叶尘 四目顽固 茫茫焦度之外 除了两具躯体 再无任何的波动传来 有的只是滴答滴答 血液的坠落声 每一声响起 叶尘的背脊都要弯上一份 留给她的时间不多了 就在叶尘上下打量之际 丹田内的阴谋天使 再次泛过一丝光芒 紧接着 那跪在进风圣将身侧的 硕大魔躯 指尖微微一动 仅是一刹那 叶尘便是如连深渊般战立 叶尘吞咽了一口唾沫 抬脚想要离开此地 但奈何进风圣将 神血给予的威压 越来越强大 现在的他 连转身逃跑 都是做不到 鲜血已经染红了青山 万年来亘古不灭 五道轮回头 并不在此地 越是这等绝境 叶尘的思维 越是冷静与缜密 先前大殿之上 进风圣将层严 他脑海里回荡着 分别时候的谈话 五道轮回头 震其魂 肉身压其魔躯 那么也就是说 这魔躯之魂震守之地 正是五道轮回头 藏匿之所 心魔天使异动 那魔躯指尖 竟是开始复苏了 半分生机 难道 叶尘想到此处 心里面冷汗之流 这考验 是让我将魔魂释放 他有些不敢想象 接下来的画面 被五道轮回头 镇压的魔魂 一旦出世 那将会给世间带来大难 要知道 当年进风圣将 耗尽全身手段 才是做到了 与其同归于尽 如今这残魂一旦出世 世界上可再也没有 第二个进风圣将了 五道轮回头的封印之力 在逐渐被削减 且被魔化 此刻叶尘的脑海里 又浮现出了 进风圣将的话语 字里行间都是无奈 阴摩天使 望着丹田内 这颗闪动着兴芒的石头 叶尘陷入了沉思 从踏入这片天地起 它似乎便是格外的雀跃 又是一声炸雷般的惊响 那乘跪拜姿势的躯体 轰然倒地 直挺挺地躺倒在了 这茫茫的焦土之上 境间泛起一丝丝黑雾 叶尘丹田内的阴魔天使 绽放出强烈的光彩 似乎在与那魔躯相呼应 既然如此 叶尘眸子中寒光一现 万载前就死去的亡魂 还妄想再次颠覆这片世界 遇到我是你最大的不幸 走投无路便是绝处风生 叶尘勾楼的身影再次挺直 置缓的动作将丹田处 雀跃的阴魔天使祭出 将其砸向那硕大的魔区 与此同时 通天链所连接的吊桥之上 阴魔圣殿的神秘男子 幽天殿圣子幽明 忘情古传人 魔化的郑山青等 都是感受到了一种 如临深渊般的压迫感 这是 此刻的郑山青脸上 涌现出一抹狂喜之色 一旁的忘情古传人 亦是如此 就连阴魔圣殿的神秘男子 都是目录陶醉之色 在那上面 快 几人望向那直插硝悍的通天链 脚下剑步击射而出 纷纷开始向上攀爬 叶先生 郑义也在一旁默默地望着 他并没有出现在吊桥之上 而是站在幽天古城门之上 默默望着桥上所发生的一切 忽然间 一种莫名感觉 涌上心头 本该跟随大部队而上的正义 转头 回望向那破败的古城 身影一闪 消失在古城深处的尽头 碧玉宫殿内 黑压压不见一丝光亮的大殿深处 传来一声呢喃 成败与否 就看你的折腾了 焦土之上 夜晨望着倒地的魔区陷入了沉思 阴谋天时绽放出的爆裂气息 分明是影响到了他才对 说是迟哪是快 就在他想要继续下一步行动之时 那倒地的魔区 陡人间一颤 百里焦土 瞬间燃起茫茫的星红火焰 点亮着沉寂黑暗的大地 夜晨的脚下 星红夜火在灼烧着 他想逃离 但却是寸步难行 直逼灵魂的痛感 时刻在燃烧着他的灵魂 一声怒吼 响彻天际 那倒地的魔区 开始挣扎起身 方圆万里的战场外围 无数魔族凄厉的喊叫声 凝聚在这片苍穹之下 豪哭与厉笑 欲向夜晨的耳膜 都生生地撕裂了去 硕大魔区重新起身 两步挪动 向着夜晨的方向 准确地说 是朝着阴魔天使的方向而来 绽放兴芒的阴魔天使 此刻刺史透露出了 一抹抗拒的意味 倔强地开始 在漂浮的空中不断地闪烁 无头的硕大魔区 不知从哪发出一声怒吼 垂胸顿足 汹涌的魔气 自那无上的魔区之中 爆散开来 仅是一瞬间 夜晨的蹊跷便是开始渗血 就在他的身躯 即将碎裂之际 阴魔天使 像是护主一般 冲向夜晨 这才稳固了他的肉身 夜晨一口鲜血吐出 这才稳定了心神 宁眸望着不远处 那发狂的魔区道 不过是情绪转换 我都要身死盗销了 若不是阴魔天使 恐怕刚刚已经是 九泉下的亡魂了 你是站在我这边的吗 感受着丹田内阴魔天使 传来的善念 夜晨蜷缩着身躯 看着前方那复苏的魔族大地 哪怕是无头 那等无上魔威 都是射人心魄 时间一息而逝 那高大的魔区 站定在焦土之上 似是恢复了些许神志 他转身 朝向夜晨所在的方向 如果有头 那一定是在凝望夜晨 手臂一张 一股铺天盖地般的微压 将夜晨牢牢地压在地上 那焦土之上的星红夜火 开始在他的周身灼烧 来 魔区一声苍老地呼吓 只见那将青山男子 挑空定川的血色长矛 似乎是感受到了主人的照顽 化作点点光雨崩碎 于那魔区的掌中再次凝聚 青山男子的神区 失去了封印之毛的支撑 重重砸在了地上 胸口处那冻川的伤口 喷洒出无尽的精血 紧随而后 天地色变 一阵阵灿金色的雷声轰鸣 一滴滴金色的血雨 轻吻而下 竟是将那茫茫焦土之上的 星红夜火尽数浇灭 整线天地之前 散发着浓郁的毁灭之息 魔区举起手中长矛 轻轻一掷 霍空声响起 一柄沾染着神血的绝世胸毛 已经出现在夜沉眼前 才从无边夜火之中得救的夜沉 尚来不及庆幸 眼前新的杀鸡便已至 一声脆响 绝世胸毛的一击被弹开 不知何时 夜沉身侧不远处的青山男子 已是起身 他的眼神之中 不见丝毫神采 木讷无神 有的只是残存的战斗本能 方才魔区那一击 正是被进风圣将的残驱 以法则之力抵较 夜沉这才得以安然 速敌相见分外眼红 高大的魔区与进风圣将的神驱 同时苏醒 两大巅峰战力再次扭打在一起 此刻那鲜血低落的压制力 正在逐渐消散 看来正在恢复神魂的魔区 明显要强于眼前的青山男子 五道轮回图 夜沉不再指引于 眼前的两大决颠强者的一战 说到底 不过是执念而已 寻得五道轮回图 才是此行的关键 如今行动恢复 必须尽快破局 夜沉一个闪身拉开距离 在阴谋天使的指引下 来到了一座阵法之前 八根暗淡无光的石柱 呈不规则的方向排列 在其中 石台之上缺了一角阵眼 阴谋天使飘向了石台之上的阵眼 刹那间 八根通天柱绽放出无上神灰 直逼天际 苍穹之上 一幅血红色的山海画卷 栩栩栩栩展开 每一角映出的光辉 撒罩在大地之上 都是将无数的生灵 与枯骨灭伤 顷刻见 那凝聚在此地万载不散的怨念 与枯骨化作的亡灵 都是不断崩碎 五道轮回图 照过万朵山河 夜晨宁谋肃立 望着这片尘归尘 土归土的古战场 他感慨道 随着血红色画卷的展开 整片古战场之上 除了中心处 仍在厮杀的两大绝颠强者 其余生灵 都是在神灰之下 化作过眼烟云 说大魔区 见到五道轮回图的出世 不再攻击青山男子 而是转身 向着苍穹之上的 血色画卷奔去 一毛之处 那夹带着无穷毁灭之力 贯穿山河的一击 狠狠刺在那幅山河画卷之上 画卷屠戮之内 山河涌动 不过片刻血毛崩碎 化为画中的一笔 此等一击被封印了 叶辰难以置信地 望着眼前的一幕 无上强者的一击 竟是连武器都被封印了去 化作屠戮中的一笔字迹 难不成 这画卷之中的山河 叶辰已经不敢想象 这五道轮回图之中 到底封印着何等恐怖的存在 魔区倒退几步 似是泄去了全身底气 丧失了斗志 就连一旁的青山男子 浑浊的双眸中 都是泛起半分的清明 该死的 他皱眉凝望着 苍穹之上的圣徒 也是不知该和解 中文字幕提供的顶部 中文字幕提供的顶部 感谢观看